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那再來呢 哇 這... 好 捲起來都畫... 哎唷 背面還有像簽名 對 有簽名 讓我們一起來 繞著地球跑 這同一個作家 同一個畫家 同一個畫家 對 這個是我在2018年的時候 我去古巴出外景 對 就是大前年吧 然後我去那個古巴出外景 去採訪的時候 因為到現在呢 古巴還是屬於比較... 共產制度 然後它比較落後 然後他們其實自己的老百姓 什麼都還是發糧票 比如說你生了孩子 或者是各方面就是 國家會幫你養 所以他們其實可以毛起來生 是 但是呢 就是不會很富裕 然後這個糧票什麼 也都是國家富 那我就是在有一條哈瓦那 就大概都知道哈瓦那很浪漫 雪茄什麼的賣得很貴 但是呢 我就在有一條街上 其實這個街上呢 就是有一些藝術品 藝術街 算是藝術街 但是它其實並沒有那麼熱鬧 不是 那麼高檔 然後我就在一個非常小的 就是我覺得鑽進去的時候 可能還要比我的身高 還要矮一點的一個小門裡頭 然後它門口掛了幾幅 像這樣的這個 就是也沒有錶框 也沒有幹什麼 就掛在門口 那當時呢 我們有幾個去採訪的朋友 我們就說進去看一看 說這個還滿特別的 而且都是主要是原版畫嘛 它不是附印的 不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立體的油彩 這是壓克力畫 這是壓克力畫 這不是油畫 壓克力 壓克力 好 我也不懂嘛 我媽媽是師大美術系第一件 但是我就沒有遺傳到 但是你能看出來畫什麼嗎 有點像摩托車是不是 我也覺得像摩托車 尤其這一台特像摩托車的 是 所以當初呢 其實我進去的時候呢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頭髮非常卷的那個小黑人 然後一個年輕人 但是他很熱愛畫畫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 大概非常小 比這個攝影棚 大概就是從這兒到這兒吧 但是每一面牆上 就是大大小小 然後小畫到這麼小 是他畫家本人嗎 畫家本人本人本人 然後他現場還在畫 然後他畫的很多東西 都有點類似 而且用的染顏料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其實並不是很廢料 後面有簽名 就是古巴 然後當時我就問他 我說這個畫多少錢 然後我說你在畫什麼 他就用蹩腳的英文 然後就是跟我們講說 他在跟外太空溝通 然後他說就是 宇宙之間有很多的能量磁場 什麼什麼的 所以這些東西我也沒懂 但是我就覺得 其實這個看起來 是因為他不降氣 然後他會有一種自然奔放 而且他有他自己的思考邏輯 真的很奔放 那這個真的就有點像是 拆解的摩托車 是 對吧 但是我覺得其實 他們真心畫這個時候 也不必去追究說 你到底為什麼要畫這個 就是他 靈感來的時候就畫了 然後其實真的就是 我當時我就其實 有一些也不喜歡 有一些喜歡 就緣分就是這幾張 而且我覺得 他有一共同之處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他這裡面都有瓦楞紙 就是那種紙箱的紙 每一副上都有 你沒講我還沒注意 而且就是一點點地方 加一點點 然後那個高枝內附也有 這種就是星星藝術的 一種特殊 有的星星藝術甚至把什麼 把那個OK棒貼在上面 這都代表一種 就是一種 創意 新的創意 對 這一位作家 他是一個拉丁 拉丁畫家 然後他畫畫就滿奇怪的 他是用冥想 所以他用一種冥想的方式去畫 這個作家叫做這個 胡安卡薩羅 好像是耶 胡安卡薩羅 胡安卡薩羅那天 他是一個古巴的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畫家 不過很窮 我是碰到畫家本人嗎 那我自己也真的太老土了 不是 你可以看他 我們看一下 金融版有特別找到照片 你對焦一下是不是本人 就是他 所以你真的是一種畫家本人 真的 而且我還記得他的頭髮好久 我都不知道你們這麼神奇 你找到畫家本人 而且年輕耶 對 就是他 所以是名畫家聽起來 他的小工作是好苦黏喔 但是他很開心 你知道嗎 所以人不一定要有錢 人有理想 然後有活力 他就是代表著財富 胡安卡薩羅 我問一下 秀緣姐 你當初買多少 因為他不讓你整個包 所以你入手價值多少 再聽到見價值錢 我說起來我會對不起他耶 能說嗎 能說 反正他在那裡聽不到 一張二十元美金 二十元美金 難怪你那時候說要多 二十元美金哪有幾千塊 六百塊 三副就大概一千八台幣 他可能大的二十五吧 好 那我們就給他兩千台幣 三副 評估一下好不好 好 來 請見價 請見價 兩千塊五萬耶 三副 五萬元 五萬元 因為這個作家的這個畫 你要知道 作家的畫風會變 他現在已經不畫這些東西了 不是這樣 是吧 他畫別的東西了 所以你再叫他畫這個 抱歉他也不會畫了 因為每一個十集 對 可以每一集都來上你們節目嗎 怎麼說 感覺突然之間心肺滋潤了 而且覺得我自己超有眼光 是有喔 所以說 我在這邊也鼓勵 所有全國的觀眾朋友 踴躍報名好不好 踴躍報名包著你 來吧 來吧 真的是讓你逃到飽 在古巴一個小畫室 入口比你還矮的一個地方 對 我當時 還有製作人還有攝影師 他們也搶了不少 秀妍姐我跟妳講 是 這個人 我們剛剛有看到本尊 本人在那個地方對不對 我告訴你 有人是完全沒有看到那個人 結果他的物件就很貴的 這個人可能有看得到 可是他還年輕 然後他的畫 可能在五年前非常便宜 這個人在上個禮拜 拍賣了一張畫叫戰士 賣了台幣十二億 天啊 戰士 當初這一張畫呢 他 怎麼好像這個畫家 對啊 好像 這兩個對照一下對不對 好像他的字畫像 很像對不對 然後你看 所有人這種普普的畫風 大概就長那樣子 反正就是胡思亂想 最好就是說 這個人創作者 他有神經病 有自閉症 最好都是有一個故事 有典故的了 十二億喔 誰喜歡巴斯基亞的話 周杰倫 對 周杰倫 那你看那一張戰士 上個禮拜賣了十二億 好驚人 那我們再看一個 到現在還沒有看過 本尊的 是 叫做 班克斯 班克斯 我知道了 班克斯知道了吧 是 這張畫畫在愛爾蘭的 那個一個牆壁 他來塗鴉 對 結果塗鴉 怎麼我們家的牆壁 忽然之間 昨天晚上被塗鴉了 對 他有點生氣 好幸運的牆壁喔 結果改天呢 改天喔 因為它是一個很偏僻的小村莊 然後這個屋主呢 忽然之間 這個班克斯 有名了 有名了 他那個氣球 這張氣球畫有沒有 對 拍了多少錢你知道嗎 他不是在書富比的 那個夜拍裡面 拍了 四千八百萬台幣 成交了 馬上 有沒有 就是這一張 傳說這個故事 真的非常驚人 班克斯他一戰成名 一戰成名之後呢 忽然之間這個 被塗鴉的牆壁呢 對 觀光景點喔 一天有超過一千個人 去參觀 那個人煩死了 那怎麼辦 收門票嘛 煩死了 每天一千多人 來這邊看 班克斯的這一張畫 我乾脆把它賣掉好了 四千八百萬把它賣掉 整個牆壁被挖走 多少錢 四千八百萬 好值錢的牆壁喔 秀妍姐 我跟你講 你買三張 我先問周杰倫要不要 你買三張而已嗎 對 我其實不知道 其他的製作人 是不是也買很多張 對... 我告訴你 現在剪刀拿來 三張就剩下一張就好了 量減少 價格提高 今天的節目 你要好好地珍惜喔 他叫你沒有這個畫面 嚇壞喔